各位标明你好,如果你一早見到你的同事 然後別人叫你食招,你一定很沮喪,不會很生氣 但如果別人叫你食糖,當堂就不同感覺,開心很多 我發覺近這幾年,之前說過很多彩虹面的手錶 多了很多五眼綠色的手錶 大家一想起這件事,可能會想起 因為Rolex,Oyster Perpetual 36 都出了很多不同顏色的手錶 亦有炒價 但其實近這幾年,真的多了這些手錶 多了很多原因,可能與疫情有關係 因爲疫情,所以大家都不想經常欺負沉沉 其實2018年,Normus 推出了Tetra 系列,叫Betit Four 其實是inspired by 法式甜品 其實大家見到它,四四方方 五眼綠色,其實看起來有點像一塊塊的法式甜品 所以一見到它,真的想咬下去 不過都是無流的咬崩牙,因爲Sapphire Crystal 如果大家的錢多到飛起,可以考慮Richard Mill的 Bom-Bom-Bom 系列 就是2019年推出的,Bom-Bom 繁文即是解糖果 所以剛才Normus 發式甜品 然後現在就有發式的糖果 都是五眼綠色的 大家見到都很開心 當然如果你買到的話,這麼多錢更加開心 但其實我今天想介紹的主角就是Aurus Diver 65 Cotton Candy 你從它的命名都知道跟Richard Mill 或者剛才Normus 都差不多了 就是專注於糖果 因爲通常糖果都是很多顏色的 去吸引小朋友的 其實它最新推出有三個面膠的顏色 就是藍、綠、粉紅、粉紅 全部都是粉色系 譬如這款是很淺的綠色 所以都很漂亮 很漂亮 很吸引 我給大家看一條皮帶 這款錶的錶徑是38mm 38mm in diameter 其實它之前的Diver 65 並沒有出過這款錶徑 譬如說之前它有36mm,有40mm,甚至42mm 譬如我之前介紹過的Karl Bashir Limited Edition 42mm 但38mm沒有出過 它現在推出這個尺寸 以及有這麼漂亮的粉色系的錶面 很明顯想打一個中性的錶 希望男女都可以戴上這款錶 男士戴上這款錶比較復古 女士亦不會太大 真的很漂亮 給大家看看 其實它的小時刻度都是青銅 再加上這個Super Luminova 整隻錶看起來有很復古的味道 以及真的很吸引 我給大家看看比較 當然這兩個是不同的系列 左邊是Big Crown Pornaday 這款是36mm 當然我今天介紹這款是38mm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肉眼看都知道大小是有少許分別的 那38mm和40mm又如何呢 讓大家看看 右邊這款都是Big Crown Pornaday 但這款是40mm的版本 也是大一點 對,大一點 哪一款適合大家呢 我覺得其實都沒所謂 因為現在都流行一些小錶徑 其實如果你想很復古 其實可以戴這款 因為這款是36mm 打在我7吋的手本上 其實感覺到偏小一點 所以這款就是復古的味道 如果大家想復古一點 它有錶徑又細一點 加上青銅殼,加上啡色的皮帶 就會更加復古了 這是今天的主角 戴上我7吋的手腕 就沒那麼細難看了 其實我覺得藍士戴這款錶 我想粉紅可能會較難搭配 但綠色和粉藍色 其實我覺得都可以考慮一下 甚至如果你勇敢一點 其實粉紅色都可以的 這款是40mm 當然我戴上我的手 就應該是最適中的 不會太細 當然40mm 也不會太大 或者我再三隻並排 給大家看看分別 當然這三隻其實是兩個Line 大家看到了 其實這三隻錶的價錢都是萬多元 36mm 那隻標價是14000 40mm 那隻是16000 而我拿著這隻主角 其實價錢是18000 剛才也說了,它有綠色 即今天的主角 還有粉藍和粉紅 還有皮帶和青銅帶 可以選擇的 如果給我選擇皮帶 因為整條青銅帶真的很容易 雙手會敏感 或者令你的手很黑 如果大家對這些錶有興趣 也可以去佐端瑜或國貨 地下的榮記錶網查詢 如果大家告訴我 是看過這個頻道 就一定會有更多折扣 以及有特別的禮物 希望大家終於有今天分享 以及你也找到心頭號 拜拜